同詞和曲 編曲 資深 叫做再生醫療要掌握心情 林醫院長是國王醫學院的醫學系的醫學士 美國杜蘭大學醫院管理的碩士 美國領域州立大學神經外科及生理學博士 他曾經是三種的神經外科主任 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的理事長 美國醫學及生物工程學會的院士 現在是花蓮慈禁醫院的院長 慈禁醫院創新研究中心的研發所所長 神經外科教授 美國國家發明加院士 這個更不簡單 美國科學促進會的院士 美國醫學及生物工程學會的院士 那他專長在於這個 幹細胞移植醫療 發經深視症 腦中風失之症 腦退化症 腦瘤 腦血管瘤 脊椎的神經等疾病 專研精準醫療 及免疫細胞治療 惡性腦瘤 腦脊椎 疾病的國際銀行試驗 那也得到很多的獎 第一位榮獲美國神經治療 及再生學會 最家 最傑出 殊榮的華人 也是台灣 將胚胎 胚胎的 幹細胞 成功移植 在巴基斯 證人身上的第一人 成功進行幹細胞治療神經疾病 在轉譯醫學 並引領世界風潮 首創藥匙口的手術 順利為病人夾出 夾出腦血管瘤 引領國內 將幹細胞胚胎組織 直入病人腦部 使多巴胺細胞再生 逐漸改善 改善臥床 吞食困難的病人 遇到兩年後能夠行走 還能夠跳 2012年又獲得美國國家 花明協會 花明加院士 98年來 198名 歷年的獲獎 院士中有八個人是諾伯爾獎得主 理院長是台灣第一位 或者是蘇隆的大學教授 是科學界的台灣之光 2016 在美國科學促進學會中 接受表揚 以幹細胞治療神經 疾病的轉譯醫學研究 與研發標靶 心藥治療 惡性腦瘤成果 融化美國科學促進學會 越是的殊弄 我講得蠻喘的齁 這個太豐富了 我們就都耽誤時間 請院長 給各位介紹 謝謝 剛剛念了一大堆 謝謝我們的大律師 花了很多時間 這麼一大堆表示說 我已經很老了 七十歲了 所以可以退休再退休 三金總醫院退休 然後又去花蓮慈濟上班 中間有一段時間 九年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再回慈濟又快八年了 花蓮邊鄉 邊鄉的地方 因為照顧的都是邊鄉的這些鄉民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才 所以這一次一回來就八年了 這八年的結果 我一起跟大家來分享 裡面有抗癌 怎麼樣去對抗癌症 尤其是末期的癌症 當然最重要就是再生醫學 能夠抗衰老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抗癌抗衰老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就是要解決病人的問題 所以所有的研發研究 不是為了要寫文章 不是為了要得院士 美國發明家院士 那個是不容易 可是這些發明為什麼會得呢 都是要解決病人的問題 對社會有一些貢獻一樣 跟我們的洪軍培文教基金會一樣 希望能夠對社會有一些貢獻 我從花蓮來 為什麼有因緣到花蓮呢 那就是因為有近視、近視、有上人 正園、上人在的地方 他為什麼去花蓮 也是為了這些比較偏遠、貧困的這些鄉民 早期已經快六十年了 早期從台北到花蓮要八個小時 所以那邊真的都是所有的公共建設也落後 所有的那些所得也少 所以真的是大部分都是比較貧窮的 除了當地的公交機關以外 現在當然比較幸福多了 兩個小時十分鐘火車就到了 開車可能要三個小時 因為有比較快的抒發梯好多了 當然也可以搭飛機 不過飛機班次比較少 所以大部分都搭火車 有快有安全 這是正園上人 年輕的時候 他就是希望到花蓮去幫忙 貧就容易生病 所以就貧、病、交迫 所以他舊貧 怎麼越舊越多 因為生病 所以他想剛開始是用診所 來幫忙這些小病 可是大病怎麼辦呢? 那時候都用飛機 或是用什麼送到台北 所以他覺得應該在花蓮 有一家醫院可以就地醫療 所以就開始了 這個花蓮出機醫院 到現在已經進到38年了 快40年了 今天裡面我會稍微講一下 怎麼樣去保健 預防醫學 講完以後 會講到我們的這些發明 這些發明在臨床上 我是腦神經外科醫師 我是開腦的外科 而且是西醫師 開腦的病 癌症就是惡性腫瘤 只要已復發四個月就往生 我會講到這一塊 我們怎麼樣去幫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 另外一個 失智症、腦中風、腦創傷 比如說不行的就躺在那裡 失智的、八筋深的、小腦退化的、腱凍症的 也是不好 那我們怎麼樣用這些發明去解決這些困難 因為三清總醫院訓練的是醫師 可是我又拿了國家科學委員會的錢到美國去念博士 三年拿的是PhD 就是哲學博士 哲學博士在幹什麼 他就是在創新研發 要解決病人的問題 你要有產品來解決病人的問題 我已經從美國1989年回來到現在 大概30年以上了 這30年中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創新研發 來解決病人的問題 包括病、還有醫產的問題 好,那我們先講 先講現在很多的高科技 因為健檢,大部分抽抽血 那抽抽血呢 我們花蓮的同仁規定每一年你都要去健檢 身高、體重、這些高血壓、糖尿病等等的 而且很多同仁因為40歲、50歲 每一次今年抽正常 明年抽正常 你第三年叫他去抽血幹什麼 他就不想了 大家都很忙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去了以後 我們就加一個高科技的健檢 這個高科技的健檢就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出什麼 腦中風 你會不會腦中風 我們可以預知 也可以看到你的心臟會不會停 會不會有心肌梗塞 就有冠狀血管 這樣子的一個高科技的健檢 另外我們也希望說 你有沒有肝癌肚癌 有沒有胰臟癌、子宮癌或是攝護腺癌等等的 這些高科技的健檢 還有包括內視鏡、腸胃鏡等等的 所以我們的同仁每一年抽了血 你還可以搭配一個高科技的健檢 不要錢 你只要是醫院的正式員工 從打掃的一直到院長都一樣 所以大家都覺得這個制度還蠻好的 那現在就是人才缺乏 所以人才是一個機構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所以我們希望它能夠 大家做費、健康、高勞 希望安安心心 你就在花蓮慈濟來幫助這些病患 我們其美它是企業 其美是幸福企業 它有股票 阿花蓮慈濟沒有股票 可是你工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你有一個高科技的健檢 預防一些 退休的時候 你一樣比較員工 甚至你的家屬也比較員工 這樣子的一個治療 因為我們有健保 所以意思就是說 除了部分負擔以外 幾乎不要錢 所以好像比股票還好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推這個觀念 所以去年7月 我們得了國家內政部的獎 還有很多民間企業 《鋼箭雜誌》、114 多少 1111人力什麼 從3000家 3000多家企業 我們可以得到金獎 真的就是很多 就是怎麼樣把自己的同仁顧好 讓這個企業 讓人家覺得是幸福企業 所以一樣的 我們對一般的民眾 我們也在推 不要等生病 心臟停了 你才來放支架等等的 對腦、對身體 都是一個傷害 所以我們高科技的健檢 腦部的磁症色炎 大概幾千塊 他就解決了 20分鐘也不用打藥 他就可以做完了心臟冠狀動脈 512千或是1000多千的電腦斷層色炎 他要打一個藥 要用一個電腦斷層色炎 一個吸氣、兩個吸氣就做完了 就可以知道你的冠狀動脈 頭不頭 會不會突然心肌梗散 就可以預防 再來就是一個腹部的MRI 這個要打藥 大概要一個小時 他看什麼?看你有沒有肝癌、胰臟癌、 有沒有腎臟、有沒有器官的癌症 男生就是攝護腺 女生就是子宮、子宮頸、卵巢癌等等的 這個就可以很快的可以看得出來 我這邊舉個例 這是腦部的核子共振色炎 沒有放射線、也不用打藥 你可以看到這是正常的 這邊塞住了 這一條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一條頸動脈不見了,塞住了 這個病人 新加坡的病人 他剛好在驚涉 跟上人報告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不舒服 所以這個人上人說他有問題 剛好我那一天在驚涉 禮拜天 所以說李院長在這裡 趕快李院長看一下 送到醫院一座 這是他健檢的時候我們有看到 可是那一次他這裡塞到 很快就把他打個靜脈 TBA 就好了 就通了 所以他當時已經講話講不出來了 可是打了藥 一個小時他就回復了 他可以打電話給他的新加坡的太太保平安 另外冠狀動脈 五一二切 現在有一千多切 這個是CT 有一點放射線 大概你從美國來回飛一趟 這樣子的放射線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心臟 心臟上面的冠狀動脈 有主要的有三條 白白的就是蓋化的地方 大部分蓋化的地方就是阻塞的地方 這個裡頭 因為電腦現在非常發達 所以你一做完 大概等15分鐘 他整個這條動脈可以拉直 然後每一個都有橫切面 所以很快的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是 這個蓋化是在表面 它裡面是通的 所以比較沒關係 比如說這裡是裡面的蓋化 它是擋了90% 大概超過70% 就會考慮放支架了 所以我們很多的同仁都受惠 這樣子的一個檢查 有一個70歲的同仁 每天他都去游泳 他去做健檢 當然他那一次就做心臟的健檢 做完以後我們王志宏副院長 他是真的在全台灣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心導管專家 他就告訴他 你的心臟支架已經堵了有兩條 堵了超過90%以上 有一條好像快要破掉了 心臟的血管快破了 這條冠狀都已經有玻璃了 你要趕快放支架 他想一想我很好啊 游泳啊 我根本沒有什麼症狀 等發生了再說 後來想一想 因為他是急診醫師 在急診的時候被 這樣子救來救去不好看 所以他就住院了 住院放個支架 隔天他就上班去了 所以到現在又過了三四年了 身體很健康 另外政府現在有些低輻射的電腦斷的射影 主要是肺癌 一個人有抽菸太多了 或是家人有肺癌的 政府都可以免費來做 做了以後也是一個吸氣 一個呼氣 大概一兩個呼吸 他就做好了 要不要打藥不用 他就可以看到一個不正常的影子 這個就可以用內視鏡 今天開刀 可能休息個一兩天 就出院了 我們很多的同仁都有 包括女性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 都會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早期的肺癌 拿掉以後 也不用放射線 也不用化療 他就好了 這是胸部、心跟肺 剛剛是腦 再來就是肚子 肚子的磁症射影 他要打藥 沒有放射線 他一做 你可以看到 他有肝癌 有胰障癌 等等的 他很快就出來了 所以腹部的癌症 當然會做到癌指數 可是磁症射影 這個是蠻快速的 那外科醫生就喜歡看影像 有的要跑步了 要什麼影像都看不到 基本上 現在有這麼多高科技方便的一個檢查 又沒有什麼侵害性 所以就可以做 可以預防很多事 那老人家除了腦、心、癌症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股子疏鬆 股子疏鬆大家都知道 股密度 超過五十歲 身體越來越矮 可能超過一兩公分以上 然後越來越僑固 越來越妥背 就是股子疏鬆 主要是女生也很多 男生會不會 會 那股子疏鬆還蠻可怕的 有時候 有時候一不小心 那脊椎 脊椎的骨就變下去了 兩條的大腿骨就斷了 那很多病人就因為卧床 有的是吃藥 藥呢 傷腎 就要變洗腎 這個包括我的媽媽 也是九十三歲了 那前一陣子 可能不小心有一點 這個腰椎 腰椎整個骨折了 骨折痛 胃口不好 吃了 在台南鄉下的醫師 她痛 給她比較高劑量的 這種消腫消炎的藥 結果就傷到腎了 這個 所以平常要預防 那我的母親呢 當然她也要打 打這個 那我比較喜歡的是寶格力 我們有一、二十種的 讓骨質不舒鬆的藥 那寶格力半年打一次 沒有什麼不作用 那健保有沒有給付 有 但是要斷兩根 斷兩根 它的海 還是不要斷的時候 就預防一下 我自己也有打 我健檢的時候 負一點九 我還是打一打 大概是這種概念 一般嘉義科的醫師 會幫忙做診斷 好 那現在回到這些疾病 然後神經外科 很多都是昏迷在那裡 很多都是做輪椅的 那這些人我們怎麼辦 能醒能走 不行的我們要能醒 我就舉一些例子給大家 那腦中空的病患 很多都躺在那裡 有的很快 有的就醒過來了 那躺在那裡的 會當地的醫療院手都會治療 那治療不好的 超過一個月 兩個月不好的 很多都會到花蓮來 那到花蓮 包括腦傷一樣 到花蓮 為什麼要到花蓮來 因為我們有一群的西醫師 有一群的中醫師 有一群的復健師 用團隊的醫療 很多的病人就好起來了 包括半年、五年、十年都有 所以我們用的大概就是中西復健的和療 跟大家講故事 這是楊老先生 他現在你看 他還可以跑還可以跳 那六年半前 他因為腦傷、昏迷 在高雄的一個醫學中心治療 後來還是昏迷 就晚上就整個救護車到花蓮來 那花蓮我們看他 他那時候就是昏迷的 這個是已經治療後的 包括用氧氣、用插管等等的 經過一些治療 中西復健的和療 他就醒了 醒了 我們復健師是陪他 這是三年九個月以後 他還是每天早上起來做他的環保 因為他是專門在做精密儀器 做馬達的 他在採 一大早起來 就在做他的復健 拆馬達一個一個把它拆下來 意思就是說 昏迷的 大家可能就放棄了 你把它弄好了 大概也做很多事 這個就是做環保 他們家也拍了大愛劇場 所以對慈禧是蠻愁的 天下第一招 因為他的夫人叫做無招 沒有招 無招 這個戲叫做天下第一招 為什麼第一招呢 因為早期的時候他一募還 他可以一募就兩億 厲害 所以叫做天下第一招 因為他平常都是跟人家結好緣 幫助人家 當需要救災救難的時候 他就發起募款 大家募款 這個是大愛劇場 我也當演員 我那一天是當演員 花了兩天的時間 在大愛劇場裡頭 可能只有五分鐘、十分鐘吧 因為不容易 後來今年四月的時候 他又不吃、不喝 好像在南部 他可能有感冒或什麼 醫學中心住了兩個月 就是好像越來越不行 所以又過來花蓮 那過來花蓮 他在剛進病房的時候 因為我也在看門診 我們何忠榮副院長 他是中醫 他也在看門診 中間他抽個空 去跟他做一些針灸 還有耳洞 他一針一個耳洞 一個晚上到隔天早上 他就醒過來 醒過來到現在都很好 這是他夫人 我們去中醫病房再看他 這個是今年十月 一樣一早起來就邊唱歌 開心 所以我們跟病人講 你每天要蹲馬步、平衡踏步唱歌 他就是按照這樣子在做 所以到現在非常好 所以跟大家講個例子 就是不管是腦中風 或是腦部的疾病 或是外傷、腦創傷等等的 不切 我們用中醫復健喝了 就切 不能走的更多 不能走的 我們會做個兩個檢查 看看他有沒有腦積水 有沒有巴金森 有沒有小中風 有沒有腦萎縮 大概就是我們做的 這是MRI的檢查 左邊是比較正常的 右邊是白白的 很多 這是多巴胺神經的檢查 紅的 多巴胺神經正常的 綠的就是多巴胺神經少了 就是他有巴金森 所以很多病人走進來 我們就知道他 到底是中風還是巴金森 走都走不好 當然病人會說 你用看了就知道 我說對 萬文論皆 看了就知道了 有沒有什麼檢查 有 多巴胺神經檢查 我就檢查告訴你 你到底多巴胺神經是可以吸收 我們吃的藥很多 它就變紅色 沒有吸收就是綠色 可以知道神經的功能 這個不能走的 我們會做這個檢查 腦積水怎麼辦 腦積水 舉個例 有巴金森 過去又有一點腦積水了 我們一天有500cc的腦積水液 在產生、在吸收 上來年紀它就吸收不好 腦子裝腦積水液的地方就越來越大 我們叫做腦式會擴大 叫腦積水 就是水腦 這個白白的就是腦子裝腦積水液的地方 正常大概0.3公分 它擴大了 就是變不好了 這邊是黑黑的 就是裝腦積水液的地方 那個大腦就會擠在 就被擠壓了 它整個膨脹就被擠壓了 擠壓了以後 它就不說話 不圓、不語、不腫 小便失禁 厲害的話 怎麼辦呢 就是平常就有腦式腹腔 就從腦子引流到肚子 因為從腦子 你腦子要打一個洞 然後把引流管放進去 又從腦子把它引流到腹腔 這是傳統的 東西要進腦子還是危險性比較高 腦脊髓液就是 腦子的水會走到脊髓 脊髓再回到腦子 所以我們就從腰椎 大家可以知道 從腰椎這個地方引流到腹腔 就不用從腦子引流到腹腔 所以我們叫腰椎腹腔引流管 把多的腦脊髓液把它排到 引流到腹腔吸收 那他不遠不遠不走 他很快樂 他就走給你看 就唱歌給你聽 大概 你知道這位是誰嗎 新北市的一些親戚 他隔天內 他就蹲馬步給你看 他就做洞給你看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 巴金森又有水腦 你看他做治療前是這個樣子 治療後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差很多 這個地方你看 要外用 然後對他的人生也不好 這個是巴斯多蔣先生 他也來講個故事 因為他是從 他大部分的時間在美國、香港 他來門診 因為他看了 看了我們當然西部的醫學中心都看了 就是走不動 那怎麼辦呢 來看我 他說他跟他太太都差不多都走不動 我說好啊 因為我們很多不能走的 我們有一個團隊 那他一年以後 他就是這樣子走進來 我說他跟我講說他要捐一千萬 我說 因為有時候有些病人講講 我就聽聽感恩 再過一個禮拜他說他捐了 我說真的啊 你是誰啊 就是他 所以他就做個例子 一千萬是給誰 給我們腦神經外科很多不行的 因為要用到晶片 一個晶片呢 就七八十萬 那有的是要做引流管 一個引流管也差不多上十萬了 多少 有一些窮的 有錢人會來我們花蓮看 花蓮瓷器看 沒有錢的也會來啊 以前我們一年大概補助可能幾百萬 醫院越做越好 現在一年補助都超過一億 所以我們也是幫忙 所以這一千萬就是幫忙 請我們設服 我們設工去 有錢人當然你自己付錢就好 沒有錢的看他要補助他一百百百 custom 還是補助八十� 補助四十percent 有些人他真的窮得只剩下一個房子 可是你按照现在的办法说 他有房子 你怎么可以不出钱或是什么 我就跟社工讲 你总不能让他卖房子 没地方住 然后来付100万等等的 至于把水准降低一点 不能叫穷的只剩下一个房子 没有收住人 你还要叫他付那么多钱 所以就帮助这里 所以我们社府 我们那边的补助会稍微松一点 所以我们神经外科部的蔡生忠部长 我说部长 你就去帮忙这个 你跟社府一起去帮忙这些穷的人 所以能行能走 我们也用到晶片的刺激等等 很多病人就好起来了 他又可以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中西附近和了 所有的再生 所有的帮忙能够刺激他脑神经好起来的 我们都会用得上高压氧 我想大家都有 有的进不去高压氧 我们还有静脉雷胜 让他身体里面的氧气多一点 让他很多缺氧的地方能够得到氧气 能够再生 晶片的刺激大部分放在颈椎 胸腰椎 等一下你们会看到 来帮神经 大脑来命令手要动 到了他的到脖子的地方 可能力量 一百分的力量到脖子只剩下十分 透过晶片可以再把它放大 可以到五十分、六十分 所以他的手又可以动得起来 脚也一样 两条腿都没力 电的传统到腿就没力了 透过晶片可以把这个地方把它放大 一样从10%、20%的力量放大到五、六十%的力量 他可以再站起来走路 比较简单的内生性的干细胞疗法 他主要的是一种蛋白质药物 他打在我们的肌肉 就跟打我们的疫苗一样 里面是一个蛋白质药物 这个蛋白质药物一打,连打三天 他可以让各个器官的干细胞能够活化 脑子的干细胞活化 让脑子的回路会变好 能够让病人醒过来 或是让他对巴金森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控制会更好 这个叫做内生性的干细胞疗法 他除了对脑有帮忙以外 对心、肝、神经、肌肉也有帮忙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叫做ZCS 克力球增胜素 因为花脸磁剂 有很多人到那边去捐他的干细胞 你要捐干细胞以前 他要先打这个药 ZCS 打五天 我们的病人打三天 健康人打五天 他的血液里面的干细胞会多十倍 这些干细胞从哪里来 从他的骨髓腔里面来 所以他的骨髓里面的干细胞会大量复制增生 跑到周边的血 他的静脉里头你抽的血 他比一般的正常的会多十倍的干细胞 这么多的干细胞捐两百细胞 我们有六千细胞 他捐两百细胞可以救人一命 到现在已经有六千五百代左右 干细胞去救过人 救过很多的人命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研究 用这样的技术 内生性的干细胞疗法 也可以救很多脑伤 很多脑中风的病患 简单有效 那打三天多少钱? 大概一万多块 一万五、一万六 那个是在日本做的药、美国做的药 台湾还没有做这个 然后我们叫做GCSF的疗法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用当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成分 当归里面有好几千个成分 里面有一个小分子化学物叫做VP Beauty and Serbite BP 当归里面有那个味道 主要的就是VP 我们也用这个VP等一下会再讲 它也是也可以抗癌 也可以抗老化 所以这些我们的中草药里面 它是还蛮神奇的 那最近我们有一个叫通脑方 就是我们过去这三四年 我们做过的这些草药的研究 我们青草药茶 我想你们一定都喝过青草药茶 里面的草药 爱草、大爱 爱草、末草比较少 爱草、末草 另外还有一些车轮草等等的 很多本土的 把它做过研究的可以抗癌、抗老化 又没有毒性的 我们把它合起来叫做通脑方 通脑方就讲个故事 我跟我一起做研究的一个韩教授 六十八岁 他是做病理 也做急诊医师 他走路比较慢一点 所以他就希望有一些中西复健和疗 其中有一个就是通脑方 他就他想这些通脑方 我们做细胞、做动物的实验 对这些脑子的再生很好 可是你直接用草药去测试干细胞 好像也不是很对 应该是吃进去以后 被肠胃道吸收 再经过肝、内脏循环 以后在血液里面 这些有经过一些新陈代谢反应的中草药 还是真的作用的化合物 所以他就吃进去 两个小时以后抽血 用他的血来养他的干细胞 看看有几个指标 可以看到说他的干细胞怎么越养越年轻 不错啊 所以他要不要吃当然要吃 然后他还没有吃药以前 他也抽血 就是用他的没有药的血去养他的干细胞 他的干细胞就一天比一天老 一次越养就越老 所以他六十八岁的血 我们西医抽血 肝好、肾好 所有血液的成分都正常 党固成好 可是会让他的干细胞一天比一天老 人越来越老 甚至是生病 老化就是一种病 所以怎么样去扭转呢 就是通脑方 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当然中医还有很多的中草 还有针灸 刚刚讲的那个养老先生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坐在那里 不言不语 这个一针加耳朵 这样子隔一个晚上 他就醒了 他就真的醒脑开窍 他就一直醒一直好的 可是在医学中心两个礼拜 就是不言不语 不醒、不出 所以中医的这些针灸 这些他们的这些方式 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当然很多的病人 就是不动的、不醒的 也要复健 那我们当然会把一些高科技的 这种外骨骼、肌肌人 还有各种的悬调方式 很多中风的病人 都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肺炎 肺炎都是吞咽的问题 所以我们那里有一团医生跟副健师 专门在训练这些病人 怎么样吞 怎么样不会吞到肺炎 所以我们很多中风的病人 他不是死在中风 大部分都是死在肺炎 所以又一次明明好了可以走了 过了一两个月又回来了 为什么?肺炎 一肺炎又不能走了 所以我们就很伤脑筋 所以我们医院就成立了一个吞咽的团队 从简单的怎么样教我们的病人跟家属都觉得非常好 不吞的,有管子的,有罐的 目标就是让他吞 不要用罐的,鼻尾管能够拔得掉 所以整个从吞咽到行走 好,再来是分享脑子的病变 脊髓病变怎么办 我们有一个也是中西医整合的副疗 正是泌尿 因为会小便是禁 我们大概是全世界的团队 第一个医院政府能够给你药证 你可以做脊髓损伤的干细胞疗法 这是全世界最先的 大家都知道,超人他因为骑马 所以就整个躺下来 他在等这个技术,等了20年 20年后他就往生了 因为心脏都衰竭了 他等不到这个技术 现在有没有?有 这个就是第一个病人 干细胞在这里 我们大概打进去的不多 大概差不多这一打大概两千个干细胞 一共打六个地方 对我们而言,这个技术很简单 这里面的干细胞也很简单 可是要拿到政府的准证 那是不容易 这是第一个 大家看一看,这是第一个病人 一个年轻人28岁 他五年前车祸 他就整个胸腰罪就瘫痪 那因为政府批准了 所以他就第一个病人 那这个是六个月以后 这是他的人牌例行 这个假的一个人牌 是真的他站起来了 他是南投人 妈妈对他就特别好 前两年在医院训练等等的都有 在家里也训练 就是没办法 五年后知道了 就到医院来 我们这个团队 这是我们邱中郎邱主任 然后神经外科 神经精神医学中心的主任 那这个是我们中医 国际医疗的李主任 我们蔡神仲 蔡主任 这是县长 花脸前县长 这个是生计公司的董事长 那这一个细胞疗法 他就免费先给他治疗 那一个干细胞疗法 大概打一次八十万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他免费 当然我们也都免费了 他因为在医院待了一两个礼拜 他就回南头了 回南头 妈妈在家里面自己做了一个 让他自己复健的一个简单的复健仪式 六个月以后 他就说记者会 他本来我们想说 你就在前面站起来走一两步路就好 他说不要 我要从我们的社福市那个地方 大概走的二十公尺走到这里来 他就一步一步走给大家看 他还蛮高兴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再更利落 更好一点 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 这个已经有发表了 你们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这个脊髓损伤第一个这样治疗的 而且是政府批准的 就是在花莲慈祭医院 那我们当然还有陆陆续续 现在已经完成了大概八个了 这是第一类 这是另外一个病人 他也是受伤了好像两年嘛 慢慢的他就来 那这个他的干细胞是在花莲慈祭医院 那也是卫生福利部我们的FDA审查通过的 一个无菌无成细胞制造厂 GDP的制造厂 他慢慢的就一步一步悬掉系统 这样子帮他 这个我们复健师 持大毕业的复健师 经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复健 他就非常好 这是另外一个重机的老板 他重机做了事 他两年了 他也来接受这样的治疗 那我们同时除了干细胞以外 我们另外还有晶片 刚刚讲的 比如说颈椎损伤 晶片 这个是脊髓 脊髓 晶片 这是肚子 那这个是背面的地方 开一个小小洞 把晶片放在这个上面 一刺激 他这个神经 就会可以得到刺激 他可以 这个是一个科技界的老板 他走路很困难 很慢 也没有打卡尼巴 放晶片而已 他速度就很快 好了以后 你看他可以去跟他儿子 去大海 去游泳等等的 可以回归职场 所以这个就是再生医学 不行的要醒 我们当然脑子也不行的 我们也会放晶片 用合并的中西医复健合疗 中医他有他的药跟醒脑开窍 西医有内生性的干细胞疗法 再加上晶片 再加上复健可以帮忙 所以这个再生医学 我们也有通脑方 来帮助很多的失智 稍微记忆不好 那我们目前 有跟卫生福利部在申请 就是亚健康 你等他躺下去 又昏迷的 又不能动了 再开始用干细胞疗法 要用很多很多的力气 病人真的要用很多的努力 才会回到正常的生活 自己顾自己 那能不能在他亚健康的时候 就开始治疗呢 什么叫亚健康 就是到了40岁、50岁、60岁 有一点高血压 上高、高血压、高血糖 还有一些糖尿病 就是高档不存等等的 可是他还是能够走、能够动 但是他已经感觉 他的脑子的功能比较差一点 平常看一个人 比如马上可以叫出他的名字 到了70岁 像我这个年纪 我还要再想一想 想个五分钟以后 就是这个名字 慢的 这个人 亚健康这个人 他知道他的整个的记忆力、脑力 慢慢在消退了 可是外面的人他看不出来 他还是觉得他很好 还是可以演讲 体力本来是又跑、又跳、又非常快的 马拉松跑的 好像不行了 体力也差了 所以他的脑力、体力 走路的速度等等的 各种感觉的灵敏度 已经开始衰退了 就是亚健康 亚健康的人 能不能早一点做这些比较 几乎没有什么侵害性的一个疗法 干细胞疗法 尤其是液体干细胞疗法 因为美国大概两年前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亚健康就这样子的人 打了一个液体的坚质干细胞 坚质干细胞就是我们刚刚用的 我们也有治脑中风的 直接把干细胞打到脑子的 直接送进去中风的地方 也有 他用这个坚质干细胞 他不是送到脑 他直接静脉 好像我们在静脉打点滴一样 以一个坚质干细胞 从静脉打进去 经过半年 再重新再测 他的所有的脑力、体力、走路的速度 心脏的功能都变好了 真的有效 而且安全又没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我们就跟他提这个计划 把干细胞的疗法一直往前挪 挪到亚健康的病患 最好这个人明天要得糖尿病了 我今天就给他好好的治疗 他一辈子都不得糖尿病 最好 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想法 批准了以后 我们就会推出来 做一些一期的、二期的、三期的临床实验 我们现在就讲到中西医荷疗抗老化 刚刚讲的当归里面的一个重要成分叫VP 这个VP对阿兹海默症还蛮帮忙的、蛮有效的 这个是坐在动物身上 失智症的动物 把VP每天让他吃一点 一个礼拜吃五天 他就会里面的那种Beta Amoroid 就是那个毒、毒蛋白、废弃物 他就把它清掉了 老鼠就不会失智 所以这个中医 我们的当归 四神汤里面有当归 当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成分 你把它 它可以因为它分子很小 你可以把它合成 你用当归萃取成本太高了 用合成的它的纯度99.99%以上 我们是用这个来治疗二性脑瘤 这个做动物实验 失智症也蛮有效的 但是还没有推到正常人 正常人有试用过 他没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这个VP Beltyl and Silverlight 它能够有效的减少Aβ 就是失智症 这个类就是毒蛋白 它可以让我们的记忆的神经 很快的老化 很快的凋亡 你可以让它制造变得很少 它就很快的把它清除掉 这个动物 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个动物 这是水迷宫 阿兹海默症的动物 它就一直在绕一直绕 它要怎么样 这个是正常人 它就找到一个平台 它就站在那里 这个失智症了 它就找不到 这是动物实验 这红红的 就是有阿兹海默症的蛋白很多 绿绿的就已经被清除掉了 所以当归还不错 但是你不可能吃一物质的当归 还是吃西药里面的 就是把它合成了 一点点它就有很大的效果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中草药方规 有它的活水化育 它是一个药引 还蛮有效的 还可以有用 只是说因为西方的医学家 西方的科学家 他不相信中草药 又可以抗癌 又可以抗老化 我们就用西方的方式把它合成 就是这个化合物而已 把它合成 然后来做各种的研究 告诉西方说 当归里面自然小分子药物 它可以结合基因 让制造毒蛋白变少 你制造变少了 它就容易被清除 这个文章已经发表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发扬光大 中药药 我们看看 刚刚是失智的在动录 这个当归VP 做成药片 已经可以用在恶性脑瘤 大家都知道恶性脑瘤 最近拜登的儿子就死在恶性脑瘤 最近我们有个台中职业的医师 非常有名的儿比奥科医师 就是恶性脑瘤 他不是在我们那里治疗 他是在另外西部的一个医学中心 四个月就走人了 就还蛮可惜的 他这个当归 这个我们叫做VP 它可以作用在一个受体 叫AXL1 它可以结合 结合以后 它可以把恶性脑瘤 把它杀掉 把它清除掉 恶性脑瘤的干细胞 它也可以把它清除掉 那TMG就是一个锡药 Temato 这个锡药 你在复发的恶性脑瘤里头 它因为有MGMT 一个酵素 一个蛋白 这个恶性脑瘤 它不想死 它当你用锡药来杀它的时候 它会找到它的逃生门 它这个门叫做MGMT 蛋白质的门 那你这个当归进来以后 它可以把MGMT 这个门 这个酵素 整个让它不见了 不见了 你再吃西药 就很有效 所以抗药性的肿瘤 经过VP以后 它就变没有抗药性 这时候你再吃西药 它又可以把这个癌细胞杀掉 那当然 你这个当归VP 它也可以把这个癌细胞杀掉 所以我们说中西医核疗 真的对末期的癌症蛮有效的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当归里面25%把它做成药片 药片你摆在脑子 它可以一个月慢慢释放 这个脑瘤 它大概每三、五天 它就复制一次 当它复制的时候 然后西药也可以把它杀掉 中草药也可以把它杀掉 所以同时都可以把它杀掉 所以复发的中草药 这个吃西药TMZ 吃了以后 它可以把脑瘤变少 可是它一旦 这些95%的脑瘤 已经都被清除掉了 55%的脑瘤 它会找到桃生门 它会有抗药性 就变红色 这些抗药性的脑瘤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MGMT 你用的中草药 你开刀把中草药买进去以后 VP买进去以后 它很快地把MGMT 把它清除掉 把它shut down 你再吃 Temato有效 所以这时候24小时 开完到24小时 你再吃胃剂 Temato 在脑子里面就有VP 它很快地就把这些抗药性的脑瘤 通通都把它清除掉了 这是举一个案例 我们大概做了差不多十几个这样子的病患 这个是大陆的 几乎大陆很多的北京、上海、南京都不可能活了 他是眼科医生 43岁 因为他是慈悸 所以就来 他知道我们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开刀把部分的恶性脑瘤拿掉 拿掉以后 我们就刚刚讲的 把吸药 已经没有效的吸药又吃回去 因为这个吸药是唯一 目前恶性脑瘤的吸药吃回去 脑子里面有当归VP 的一个药片 做完以后 他也接受了CIK 免疫细胞疗法 也接受了Kitsuta 免疫抗体疗法 他现在夏先生 因为在大陆开过两次刀 我们来这里帮他开刀 这个是一药片 把部分的脑瘤切掉 不要影响到他手脚的动作 切掉以后药片买上去 他大概两个礼拜 他伤口就好了 接受一些中西医肤健合疗 还是免疫细胞合疗 他就好了 他就回去 他已经活超过四年以上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认入 他就恢复得非常好 所以中西医合疗 他可以把癌细胞 抗药性的癌细胞 让他变成没有抗药性 把他的讨生门通通都堵掉 中西医合疗 他现在已经存活五十个月 四年两个月 这是举一个例子 另外,恶性脑瘤是所有的癌症里面最快死亡的 另外,我们医院的李启诚,李主任 他是干细胞移植协会的理事长 大家都知道Carty 最近Carty 一个T细胞里头 装了一些蛋白 一些特别的基因 这是一个小女生已经到末期的血癌 一定会往生的 那时候从静脉把它打进去 大概差不多一亿还是几亿个T细胞 六千万个T细胞 打进去以后到现在十八岁了 还活着 所以Carty细胞就这样子一路 因为有这样子的追踪 大家知道不可能活的 活下来就跟我们恶性脑瘤 不可能活的也活下来 所以Carty细胞就一直发展 那现在Carty细胞 在一般大概一千五百万打一针 40%的人会活 你不打大概用各种的方式去治疗 只有2%的人会活 后来经过根细胞移植学位 癌症学位的争取 现在健保有给付 健保把一千五百万把他砍到 大概快九百万 第一个健保给付的病人 给付在哪里?花莲 花莲有一个病人 他已经是血癌复发 他刚好符合健保Carty的治疗 所以他就是台湾第一个用健保 就是免费的 就是健保出钱的Carty治疗 很顺利他就回家了 那这个病人也很有趣 这个是另外一个病人 在我们医院第一个接受Carty治疗的 那时候要一千五百万 他是我们以前我们医院的医师 周医师 后来他离开了好像在北医还是哪里 后来他还是回到花莲 直接来接受第一例的Carty治疗 到现在也非常成功 健保第一例的Carty治疗 当然健保署的署长史从良 我们李主任都在 我们这个团队 存活力淋巴癌 这个就是存活得相当好Carty Carty治疗 这是我们周少彬周医师 真的是恢复得相当不错 这在无菌无成事输进去 所以癌症很多癌症的 我们就深深的感觉到说 癌症的最后希望在中西已和了 我下面会讲中草药 为什么 因为中草药可以同时关闭 癌细胞几十个讨生门 癌细胞的讨生门同时把他关掉 让他不会有抗药性产生 没有效的标靶药又变有效 这只是我们一直讲的 事实上老祖宗一直讲 中医就是去学扶症 是要非要有益无损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恶性脑瘤 VP他对失足症又有帮忙 对恶性肿瘤又有帮忙 也看在Nature这篇文章里头 告诉西方的科学家 一个药不是只有一个标靶 我们的中草药自然小分子 它是多标靶、多功能 又可以抗癌、又可以抗老化 大概是这个概念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中草药它是存在细胞里头的东西 植物细胞存在我们的动物细胞里头的东西 它作用的基因我们把它称作HARP基因 树纽基因 这个树纽基因是干什么? 当你这个细胞倾向癌细胞的时候 它又会有癌的基因出来 会有这些癌的蛋白出来 细胞就一直在长 它就变癌症 HARP基因做什么事呢? 我就把这些癌基因、癌蛋白 通通把它关掉 它就恢复到正常的细胞 这个就是HARP基因 所以为什么我们透过自然小分子 透过中草药 可以作用在HARP基因可以抗癌 大概就是HARP基因有很多 刚刚讲的VP的HARP基因就是AMPK 就是这一条分子通路 另外,癌亡失智症 失智症它可以让一些癌亡的蛋白减少 让它不要癌亡 让它再生的这些基因蛋白 让它再增多一点 所以细胞 本来脑细胞要癌亡要失智的 巴金森也是 或是小脑这些的细胞要癌亡的 透过HARP基因 它可以把这些癌亡基因把它阻断 再生基因把它提升 它又变成一个正常的细胞 所以它可以抗癌、抗老化、抗衰老 主要的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希望 等一下会讲到很多的中草药 我们也希望把这些 对这些抗癌又抗老化的这些故事 把它写一些研究 投到Nature 告诉西方的科学家说 你们的药、一个标榜有道理 但是因为你们的药不是自然的药 它是经过改造的 在自然界没有的那个药 所以你们就是有这个概念 所以你们对我们这个中医讲的 又抗癌、又抗衰老 你们会觉得不寻常、不可思议 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 我们一年健保花八千亿 这八千亿大部分买药、买器材 大概有四十% 等于差不多有四千亿、三千亿 这些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美国、华尔街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改造这些自然小分子 会改造这些东西 让它一个药 药效强 但是一个标靶 但是副作用很强 所以没有一个西药 西药主要是用来治病 很强 但是副作用强 所以抗癌的药物都是很厉害 但是很多正常的细胞会被杀掉的副作用 中草药它几乎没什么专利 意思就是说你做中草药 它是一个公共财 你做当归有用 全世界都在用 我们中医师就很高兴 我们所有中当归的人都很高兴 因为它是自然的 但是你用中草药来治疗这些病人 比如说COVID-19的时候 前流哪里?台湾 大概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好 那在过去 在COVID-19的时候 西药 Prasdovid还没出来 那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时候的西药用Planicillum等等的 好像就重病 可能快要往生的时候赶快试试看 那时候我们政院上任就说 我们中草药 以前老祖宗抗瘟疫 他们用中草药到底是用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研发的团队 有中医师、有西医师 当然也有很多的博士 二三十位就开始了 就开始用抗COVID-19的中草药的研发 国家有清冠一号 清冠一号大概十二个 十二个中草药 那我们的净湿浓缩液 这是净湿的浓缩液 大概有八个 除了一般的传统的中医以外 那政院上任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很熟悉那些青草药、青草药 因为在抗癌、在防疫或是当我们上家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水洗净、洗洗手、洗洗身体 那个埃草、末草 大概这个 所以就埃草、末草入茄草药 这边变成浓缩液 那我们也有滴露 滴鼻子了 因为病毒也从鼻子 那也有滴露从嘴巴、喉咙 所以有三个 净湿有三宝 沉滴、本草、鹿 嘴巴 日饮、本草饮 用喝的把肠胃道的病毒 把它清除掉 滚出入类就是鼻子的 三段秦、防护、日日保、安康 那时候我们的医务人员 还有很多人 包括很多的公家机关119 还有包括非洲、印度 包括我们的东南亚 那他们要防疫怎么办? 就是靠这个上人的禁止本草饮 那因为有这个发现 所以我们中医师第一届的御阶将 御阶就是第一个台湾的一个重要的众医师 所以叫做御阶奖 这御阶奖就是帮给华联茨剂医学中心 因为我们有本草的浓缩疫 来让大家平安度过这个疫情 那我自己本身也得奖、个人奖 所以真的予有荣焉 其实我是代表正元上人 代表我们的团队去领奖的 好,那静止本草系列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在宗教家、佛家的理论 万物就是要有病就有药益 大概用这种概念 所以就是种草药、爱草莫草就进来了 我们抗瘟力也是,病毒来了怎么办? 那时候的病毒,这个是病毒 大家可以看到了 病毒,这个病毒会沾到我们正常的细胞 下面这个是比如说喉咙的细胞 气管的细胞、肠胃的细胞 正常的细胞上面有一个受体 叫做ACE2,受体 这个病毒,它会跟受体结合 已经结合上了,它就站在那里了 站在那里怎么办? 它会再利用另外一个酵素 TRPMSS2 用这个酵素打一个洞 所以病毒就钻进去了 有没有东西可以阻断接触 有,我们的清冠1号可以 静止本草椅可以 有没有可以抑制穿透 清冠1号我不知道 我们的静止本草椅可以抑制它穿透 可以把这个酵素把它抑制掉 所以好,让你病毒没办法沾在我们的细胞 一旦沾上也没办法 让这个病毒穿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所以细胞就不会做坏 我们的喉咙不会发炎 我们的肠胃道不会一直有病毒在复制 这个有跟大陆的莲花清瘟饮 我们是它的四倍效能 静止本草 对TRPMSS2 我们是大陆的效率是它的七倍 大陆也是12个种草药 大陆它们有效 但是我们的静止本草椅比它更有效 除了那两个标靶 还有那另外两个标靶 病毒钻进去以后 它会在细胞里头大量复制 有一个RNA复制酶 有3CL蛋白酶等等的大量复制病毒 一个病毒可以复制几千万个 几亿个病毒 很快的就越来一下子就变得很严重 那静止本草椅 你只要喝进去 它就可以预制病毒的复制 那plusdovid就是预制RNA复制酶 plusdovid吃五天多少?两万块 清冠医药吃五天一千五百块 两万块是到美国去前进华尔街 静止本草椅在哪里?前流台湾 我们的清冠医药前流台湾 静止本草椅也是一样 所以这是细胞的 这是动物的 动物你看我们有南非图变成野生型 加州、英国、巴西 有Delta 那时候武汉变Delta 你只要让它吃浓缩液 吃个三天 它几乎鼻子的病毒很多 肠胃的病毒也很多 几乎都清掉了 可以清掉86% 所以还是帮忙很多 这是动物实验 要做这个动物实验不容易 你要有病毒 所以那个病毒要弄好 所以做我们讲大概十秒钟 可是那个做一两年 所以对这些中草药浓缩液 能不能抗糖尿病 可以 我们也有做临床试验 它还不错 除了动物以外还可以做临床试验 它可以抗心脏肥大 肥大了、美丽了 它可以帮忙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很快的浓缩 能不能对抗巴金森 可以 它可以把巴金森的毒蛋白 α-xenuclein的毒蛋白 把它清除掉 肺癌 讲的肺癌 抗药 它有很多的抗药蛋白 它可以把抗药蛋白 把它阻断掉 它就可以乖乖的 大肠也一样 这个都我们测试过了 爱草、莫草、本草院 这个就已经都有发表的文章 你们可以去看 所以单单这个本草院 它都抗病毒 它也可以减轻忧郁 可以让老化的心脏 又变得更好 可以调试一些老化的高血压 可以让糖尿病控制血量 控制不好 可以变得更好 可以让巴金针它的毒蛋白 可以清除得更好 可以让抗药性的癌症 变得没有抗药性 而且它本身就可以清除癌细胞 标靶药再用回来就更好 所以这都有很多发表等等的 所以金字本草院 在那一段时间送到全世界42个国家 这是证言上人 他要帮忙这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他帮忙台湾的疫苗 50亿 结合红海结合 还有另外一家 150亿只能买1500万剂 半年有效 所以不可能帮助其他的国家 150亿 这样子1500万150亿 不可能嘛 可是静思本草院就可能 本土的这些中草药 那他就可以无焉佛界 可以帮助那些比较需要帮助的地方 第二年我们推了一个叫静思新山药 因为疫情慢慢过了嘛 所以这种抗药性癌症我们怎么办 那抗老化我们有护华痕 恢复年轻的风华 抗乳痕就是乳癌很健康 三阴性乳癌抗药性的乳癌 怎么办 就是这个可以帮忙 护华痕让他抗老化 脑子比较不行的 心脏没力了肝脏不好 耳机肾脏老化了 已经快要洗肾了 护华痕 月热痕就是忧郁的 很多COVID-19 得了以后就忧郁等等了 八金身忧郁 COVID-19这些忧郁怎么办 这个有月热痕 我稍微介绍一下 它里面都是用浓缩液做本 那抗乳癌主要是加进去的 车轮草 它可以把抗药性的基因 抗药性的蛋白 我们就说每个癌细胞都不想死 你一个标靶可以把上兆个癌细胞 杀掉95% 还有5%的癌细胞杀不死 为什么 它找到它的桃生门 它找到它抗药性蛋白 抗药性基因 所以标靶药对它没有效 那怎么样把这些桃生门 这些抗药性把它让它关掉 种草药抗入瘾可以 复发瘾就是让它干细胞更好 让它心脏好 这个都是已经发表的文章 肌肉变得更有力 那月热痕里面主要是加了香蕉 我们都说小时候吃香蕉 事实上我们发现 不只香蕉 相较也可以抗忧郁 可以让忧郁蛋白 FK5、5、6还是多少 忧郁蛋白降低 让它安眠 那MENATONIN会升高 SEROTONIN会比较升高 所以让它不会绝望 所以等一下 那动物就是很容易入睡 然后入睡的时间会比较久 大概都有这些数据 这个是抗乳饮 第一个肝癌 右边这边是抗药性的肝癌 抗药性的肝癌 你用标靶药杀不掉 你只有把抗乳饮加上去 它就可以清除掉一些 乳癌也是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乳癌 它做了一点西药 它可以杀掉一些 你只要再加上中草药 这个抗乳饮 它杀掉了更多 肺腺癌、大肠癌、抗乳癌 所以每一个逃生门都不一样 刚才它有不同的逃生门 三天庆祖也是有不同的逃生门 另外一个 你肝癌加了 这是沙哈 就是标靶药 这个是标靶药 这个没有标靶药 用它的肝癌细胞在这里 它可以100存活 那你加了标靶 它可以让它死掉50% 那你假如加了抗乳饮 它可以让它死多一点 加到300克的300mg的时候 两个标靶加抗乳饮 它可以几乎90%以上的 或是90%以上的 通通都清除掉了 那这个抗药性的 抗药性的肝癌 它几乎你用沙哈 加沙哈 它杀不了它 可是你加一点点抗乳饮 就有效了 越加越多 它可以杀掉50% 所以中西医合疗 它对抗药性的癌症 就还蛮有效的 大概证据都在这里 它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证实 它是有效的 乳癌也是一样 这边抗乳饮 肝癌、大肠癌、乳癌、肺癌都有 所以你们可以 这个我都跟中医师 中医师工会有跟他们演讲过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会用 另外我们化疗的时候 会掉头发、会疲累、会体重减轻 你把中草药加进去 抗乳饮加进去 它这样子的 像紫三醇、小红莓、神经也受损 心脏、白血球生成也少了 你只要加上去 紫三醇在这里 你只要加上去抗乳饮 它的细胞 这个发炎 用小红莓 它的发炎一直就变少 那紫三醇等等的 神经细胞都会受损 你只要有艾草、莫草等等 它就可以保护这些神经细胞 所以抗乳饮 它可以保护 紫三醇诱发的神经历前期的受损 这个都有实症 另外三菱性乳癌 它为什么三菱性乳癌呢 它会有很多的逃生门 像这个逃生门 这个逃生门的蛋白就会变少 变轻、变淡 所以我们叫做可以关闭它的一些逃生门 让癌细胞再加进去中西医和疗 就更好 刚刚是癌症 我稍微讲一下 那这边是抗老化的 就静止本草引加老浆红枣红花 它可以让你更好 它可以把抗老化蛋白把它清除 所以它就会变得更好 那因为讲这个都是基础的 可能会睡着 它可以把DNA损伤的老化蛋白 把它清除掉 让它DNA不要损伤 自由基不要累积等等的 抗氧化调控 NRF2活化养分子蛋白 让它活化抗氧化的因子NRF2 让它能够再活化等等的 这个蛮好的 那最近有一个药 FDA刚批准 那不是台湾的药 美国的药 它这个药又是用来治疗什么 治疗有一种罕见疾病 就是叫做Federic Ataxia 就是这个人可能他两条腿就走不动 就没力了走不动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基因图变的GAA 它的复制的太多了 所以后来就发现说NRF2 这个东西本来可以制造 比如说100帕 那假如有这个基因图变 那这类的病人就可能只剩下20帕 所以它大脑的命令要传到脚 它就走不动 这个药可以让NRF2提高 提高要恢复比较正常 所以对病人有帮忙 这个NRF2 那一定很贵 一颗药说不定一万块两万块 每天一万块或是一个月一万块十万块 那我们这个复华影呢 它也是让这个NRF2会提升 这个草药一样 而且它多功能 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还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我就跟我们韩教授 因为他两条腿走得比较慢 我说韩教授你就好好吃 你复华影也可以 我们的通脑方也是 通脑方可以让NRF2可以增加三倍 你既然FDA都已经批准那个西药 而且西药也只有一个标靶 就是NRF2 那你有这么多的标靶 你当然要吃 要吃这个复华影 所以跟它可以让低限体的基因活化 抗老化的基因可以增加 让它更年轻 所以大家觉得要养生 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这个复华影 有一些动物的模式 比如说 Dosolubicin 它是一个化疗的药 打了以后 它的心脏也不好 肾脏也不好 它要杀癌细胞 可是你有复华影 我们就测它的握力 跑步 心脏的力气 等等的 加起来 第一个体动不会减轻 肌肉的力量又回来 运动越好 心脏功能也恢复 心脏的收缩就恢复 本来在这里就恢复回来 所以中西药和了 可以让西药更有用 西药的副作用更少 这是月热影 月热影都心软要吃金色肥 事实上这个本草影 再加香蕉 再加香蕉 它可以降低压力蛋白 降低提升血清素 提升退黑激素 所以它就比较好睡 所以这个老鼠 你看 没有忧郁的 你倒掉 它很快就爬回来 有忧郁的 根本就不理 反正倒掉就倒掉 你有月热影的 它还是要爬回来 这个也是一样 正常的老鼠 你放在 你叫它去游泳 或是什么 它一直游 一直游 幼翼的老鼠它不动了 游一下 游一下 你有月热影的 它就一直游 一直游 因为它要找 它的平台 它要休息 所以它不想 不想人生就这样子 他狠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 这个都实证 有细胞 有动物实验的实证 这个都有发表 月热影也是一样 这个是正常的 要睡觉了 它就好好睡 可以睡到 这个有颜色就表示它在动 有压力的 有压力的 它就不睡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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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晚上睡不着 你有月热影 它就很快的 它就不动了 就入睡 可以睡得比较久 睡得比较久 这是正常的 这个是有点动 它动的就比较少 所以很快入睡 入睡 減少半途 減过来 这个是动物的实验 至于月热影 它可以解忧、助眠 可以降低 这个优异蛋白FKBP51 提升melatonin 还有提升seratonin 这个 这边 好 另外呢 去年十二月 就是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 有我们第三年 有静视三好 好糖 好痴 好明亮 好糖就是血糖 糖尿病 好痴就是脑子好 好明亮眼睛好 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糖 这个糖 里面本草眼加南瓜粉 一点苦瓜 萃取物 黑胡椒等等 好 那 大家可以看到糖尿病 这个可以降低心脏细胞 对葡萄糖的摄取 我们的心脏细胞会吃糖 当有糖尿病的时候 他吃糖吃很多 吃糖吃很多 他这个细胞 氧化压力就很大 他就会死亡 那这个是高糖的环境 这个因为 因为灯光的关系 所以就会比较 没有那么清楚 意思就是说 正常环境 他吃糖吃100 高糖的环境 他可以达到190 你有吃比较高剂量的糖尿 他会压下来 让细胞吃糖 不要吃那么多 那第二个 动物 刚刚是细胞 动物 糖尿病的老鼠 血糖都很高 200 正常的老鼠 大概是这样子 你有糖恒因的 他几乎跟正常的 就一样 糖恒因 那跟西药 Metalformin 糖尿病人 第一线的药就是Metalformin 那这个Metalformin 你有糖恒因 他跟Metalformin一样 不会比他脏 糖尿病的血糖 所以跟葡萄糖 跟西药做PK 相当不错 心脏也是一样 心脏的细胞 糖恒因可以减返糖尿病引起的 乳酸大量的释放 这个高血脂糖尿病 乳酸的释放很多 有糖恒因的就少了 Metalformin也在这里 这是西药 心脏的收缩 用潮一波 他可以看到 可以 恢复心脏的收缩能力 糖尿病 心脏不好 出出糖恒因 心脏的收缩 还可以变好 糖尿病 心脏的收缩 本来可以收缩 100cc的血 可以打出去70cc 你没力了 只能打出去34cc 你有药物 有糖尿病 的药物SGLT1 它可以让它恢复 你用糖恒因 它可以让它恢复 70% 34% 它收缩力到63% 还可以更好 这是延缓肾脏 肾脏 糖尿病或是高血压 肾脏会纤维化 这是糖尿病 黑黑的纤维化很高 你用西药 它还是有 你Metalformin 它反的更少 所以你有用糖恒因 它可以让肾脏的功能变得更好 另外一个 佛心痣 佛心痣里面是单身、当归、艾草 主要是这三个 单身是花蓮40年前指定的25种种草药里面 有五种是花蓮要种的 就是单身、当归、艾草 这三个都是花蓮的 把这三个 这个是一个国科会的计划 好 可以血管钙化了 会阻塞 有没有什么东西让钙化的血管 让柔软一点 可以不要不钙化 有 就是佛心痣 这个就是控制阻 这正常的血管 没有钙化 你有钙化的血管这里 你有佛心痣 十个microgram 它就可以让它不钙化 类似这样子 可以 好 这个大家看图比较容易 黑黑的就是钙化的 你有佛心痣 它钙化的就很少 就比较柔软 好 另外多巴胺神经 变得比较不好的 这个是多巴胺神经 有佛心痣 它可以让这个毒蛋白 把它清除得更好 类似 所以输注症 就是β-amoroid 巴金森 就是α-xenucra 小脑 小脑的退化症 就是小脑里面的毒蛋白增多了 它可以增加细胞里头 可以把这些坏的蛋白把它吃掉 把它清除垃圾的能力 所以也有帮忙 那佛心痣也可以帮忙血糖 稳定血压 所以这个佛心痣治治疗五周以后 它也可以治疗糖尿病 好 一个唐亨云 那佛心痣都有了 那这边呢 明氏云 冬天到了 眼睛都很干 那有肢体免疫疾病的 内线有问题的 眼睛也会很干 老化 年纪大的 内线的分泌少了 也是很干 那怎么办呢 好 这个明氏云 明氏云里面就是 这个本草云里面加主啊草 车前草 主要是这两个 这个都是青草茶 青草店里面的东西 好 可以用角墨细胞来测试 它可以抑制细胞的活性氧 让粒线体超氧化物的产生 让它减少氧化蛋白 减少血脂的产生 这里头都有一些实症 所以主要草 你马路边你注意看 你可以照个像告诉你 这个就是主要草 可以把很多的 让这些上皮细胞 它里面比较能够 会让它老化的这些东西 都让它减少 它可以高糖下 提高及解毒的酵素 保护细胞 提高细胞产生抗氧化酵素 还可以让降低发炎 降低发炎 提高细胞的存活 像NARF2 NRF2 就是这个 你看我们 西药 它只有让它提高 那我们可以让它很多的东西提高 所以NARF2 可以增加 这个泪液 大家看看泪液 这是老鼠的泪液 肝 纯水 有服用明氏饮 它泪液的产生就比较多 所以这个肝 眼睛肝的动物 你有本草眼它就恢复了正常 泪液的分泌 这是泪液的分泌 它就回复 明氏饮 它就回复了 明氏饮 里面的细胞里面的发炎物质 都大量的降低 可以抗氧化 可以保湿 可以减少发炎 大概它的分子积攒 刚刚讲的通脑方 通脑方就是 我们韩教授吃腰 然后把这个血拿来养它的干细胞 越养越年轻 让它主要策这五个指标 五个指标 ER、stress 是不是让它这个细胞更年轻 大概里面的主要的就是 艾草、莫草 还有艾草、莫草 这是我们合乎的主方 黄芪、天麻、虫草、冬虫、夏草 当然它每一个人不一样 会加加减减 结果呢 我们韩教授测的是 它的ER stress 会降低 可以清除细胞里面的这些毒蛋白 如阿兹海默酸 那长寿蛋白会增加 NARF2、SER1 会增加 PEOP 可以增加细胞的新增代谢 Infirmation NLRP3 可以对抗发炎 就是刚刚讲的 那儿外 可以增加多巴胺的产量 让细胞年轻可以产生更多一点 你看 这个是通脑方 可以增加长寿基因1.6倍 可以抗氧化的功能增加2倍 可以ER stress 的一些蛋白基因表现增加15.7倍 PPA基因就是提高它新增代谢1.2倍 那儿外就是它比较再生 比较多巴胺分泌多一点 3.3倍 我看一看我也要吃 所以我现在早上两瓢 晚上两瓢 这个不是健保的处方 等于是比较自肥的处方 既然有益无损 那当然就也吃 那最后呢 可能五分钟我讲一下 这个郡草东从下草 它有听法华经的 无量益经的跟没有听的不一样 所以草它可以听懂这些经典 我第一次我这个实验结果出来我也吓一跳 它主要的像Codiceptin菌草素 是东从下草里面最重要的成分 那它做完以后 它这个都是送到外面去的 因为人家你那个植物可以听得懂 经我们可以听得懂啊 可能牛动物也可以听得懂 它主要用什么东西去听呢 我们也很好奇 所以我们韩教授说 它可能里面有一个可以感觉到音波的这种通道 我们叫做钙离子通道 TRVP4 这个通道透过它 我们还没有证实 另外呢 我们宗教家就讲了讲什么 草木有灵 它有灵,灵性 所以它可以听得懂 很多的这些佛经、开示 这些 它主要的 它一定有很多的基转 那我们用这个HARP基因 H1F1基因为例 它癌症也是用它来变得很恶性 再生医疗也是用了它来再生 所以就用这个 所以我们希望写这个故事 而且又听开示的 它里面提高的成分又更高 可以甚至高到五倍、十倍 所以我们先把它投到Nature 去让西方的这些医学家、科学家 让他们知道 像肺癌 肺癌,一般菌草 开示的菌草 这是一般的肺癌 菌草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可以清除癌细胞 那假如是抗药性的 抗药性的 这种听经的 它有功能 可是你越是顽固的 它的功能越强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可以另外 肺癌的细胞 它主要的为什么 它可以让HIV-1α 很快的就进到 从细胞质 它这个里头 细胞质进到细胞核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缺氧一小时 一般虫草 缺氧开示的虫草 它可以很快的进到细胞质里头 然后去启动它的基因 所以它为什么效能比较强 而且功能比较高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肺癌细胞 你是越顽固的 它的效用就越强 因为这个太深了 所以就可以可抑制短时间 这样的HIV-1α入核 可以促进长时间的肺癌细胞分解等等的 这个太复杂了 我就不这样子讲 所以它有很多 这是癌细胞 癌细胞 可以抑制癌细胞 它的RNA的生成 你这个癌细胞就是不好 我就想办法把它取血浮证 变成好 大概是这样子 Nur 77 这个都有 可以抑制合体的NR4A1 什么表现 这有很多 这是三菱性乳癌 也一样的 它可以对抗三菱性 很顽强的三菱性乳癌 DNMT3 这些表现等等 太复杂了 我就稍微带过去 所以可以让HIV-1α也会有大肠癌 也是一样的故事 这个菌草有效 开释的菌草更有效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的Codyceptin 它可以让它变得非常提高很多 这是菌草 菌草还蛮管用的 抗癌、抗老化 还可以抗骨质疏松、心脏缺氧 所以菌草是中草药的 一个很重要的草 我只是稍微提一下 假如有机会想再进一步去了解 我们可以慢慢来讨论 这些草真的有灵 刚刚讲的能醒能走 有一本书 在书圈都买得到 有把这些病人的故事在这里 癌症很多人就 但是我就跟我们同仁 癌症的最后希望在花蓮 为什么? 因为我们花蓮西医、中医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中西医合疗 所以我们有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 第五栋大楼 今年年中就会完成 未来这五年 我们会在这几栋大楼中间 会盖一个癌症大楼 癌症的中心 这是中西医合疗的大楼 还有国际医疗的大楼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 这些海外的国际医疗的 我们希望癌症以后不要再开刀了 癌症就是用重栗子把它打掉 现在北戎已经有第一台重栗子了 所以肝癌、胰胀 很多没办法开刀的 为什么用重栗子打掉 重栗子打掉 残存的癌症怎么办? 中西医合疗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正眼上人就希望 他盖花莲之际医院 就是希望是一个中西医合疗的医院 他要发扬光大 我们老祖宗这么宝贵的 这些知识 这是我们花莲 所以欢迎大家来花莲 一方面来看大山大海 一方面看呼吸这些干净的空气 感谢大家 谢谢林院长 我们再次的掌声感谢大家 今天这个影响内容 让我们应该是 掌声是大开眼界 中医可以打到西医一起来协助治疗癌症 这是不简单的一个研究 我都很想去 直接做个检查看看 该医的加医 该治疗的加治疗 好 以下我们保留几分钟 有想要请教 今天才请起手 请问最后一位 请问院长 刚刚介绍了康如影 护华影 月乐影 还有通脑荒 尤其院长组 刚刚有说 你自己每天早晚各两条的通脑荒 像刚刚讲的这些 我们群众是不是可以自己去买 还是说要经过医师的处方 才可以去买这些 通脑荒要去花莲 我们何忠荣副院长那边的处方 那其他的呢 某某台都有 或是我们的书宣 实际的书宣都有 所以你可以上网 都可以请购得到 院长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 第一个问题 从抽血的数值当中 可以看出来 那个 那个 干细胞的那个正常吗 比如说 从抽血里面 可以留置那个NK细胞 然后呢 黄白细胞 白雪球 另外就是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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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叫 血黄素 又可以看出干细胞吗 第二个问题 我一个姐姐 她现在已经中一个痴症 如果用中性 可以不要管我一下吗 谢谢 这个 我们从血液抽出的 你要看哪一种细胞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包括免疫细胞 包括干细胞 我们都可以 那癌症的病人 血液里头有没有癌症的细胞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那癌细胞 你把它分离出来以后 我们还可以再分析它的基因 可以看它是哪一种 哪一种癌细胞 那是不是哪一种的标靶药 有帮忙 那我们现在在发展 你只要 只要那个癌细胞 它有分析完 我们除了找到西药 我们也可以找到种草药 比如说艾草有效 比如说竹花草有效 比如说抗乳因有效 我们也可以再把它找进去 所以会变成精准的中西医合疗 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帮助病人 你第二个问题是 我一个姐姐 她现在已经重度的肢致症 如果用东西 重度的肢致症 重度的肢致症 对中西医療法有效 谢谢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这一块 那要结合很多的科技 就是刚刚讲的 那一连串十几个的科技 病人是会帮忙 那有的病人 你假如是脑积水引起的 他很快就改善了 他很快 他就本来不言不语 不说了 你把他放了一个引流管 他马上就会唱歌给你听 所以有那个叫做假失智症 他不是真的脑子不好 那是因为脑子积水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去除掉 那真的是脑尾缩引起的失智症 当然透过这样子的很多的中西医合疗 我们叫包括附健这样的合疗 很多病人他会越来越好 尤其像通脑方 因为我们西医看到病人只会越来越不好 不可能病人 本来我们不是有做检查吗 正常是红色 后来退化一点变黄色 退化光了变绿色 有一次我看到病人说 他想再做做看 他从黄色变红色 我说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后来陆陆续续 很多病人只要中西医合疗 真的是巴金森的病人 真的是越来越好 那失智症的病人 你当然可以用很多失智症的量表指标 去测量 但是真的很莫及 那真的是很难过 要用很多的力气 最好治病于未病之死 那解决是脑血管的特殊部分 脑血管 脑血管有西药就是搏击 或是抗血栓的药 那中草药管用 所以最好中西也合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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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老好 我请问一下 愿老好 我请问一下 这么好的所有的换位 是真的只有在花园 我们开会吃鸡愿有没有 我没有做常如麻生 因为我有个长辈老人家 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那一些 你上网都买得到 就除了通脑方之外 是有没有健保 起步在我们台北实习院的 中医的部分 也可以用这样的 也可以去做治疗的 去 那个内生性的干细胞医疗法 连三天 大概一万多块 你要贴一万多块 其他的都是健保 这个院长刚刚提 这个中西一合疗 那我不晓得我的看法 这个一般西一 是能还是中一的 我不晓得这个观点 对不对 那这个中西一合疗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这里面用到的这个药材 就是中草药 那刚一人没有讲到 我觉得蛮重要的 这个青草药 大温多市台湾很可能 可是这个中药 大温多市要很大陆进口 所以这个从大陆进口 因为台湾 中这个中药 很怕这个天然条件 没有那么好 所以大温多市很中好 这个进口 所以这一个 这个方向这样走下来 会不会有这个中药 从大陆进口的这些问题 比方说成本很高 或者是什么 问题好几个 西医 他绝不会相信中医 但是你根据 你跟他讲分子生物学 这个药 为什么他可以阻断病毒 他因为有 他的受体不能结合 他钻不到细胞 他又把他的副制酶都压抑掉 他听得懂 西医听得懂 那知道中草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一样 西药也是这样子剪 一样做出来的 他就听得懂 他就会用 所以你要说服西医说 这一帖中草药有用 你就用分生的方式去告诉他 抗癌有效 他为什么做到癌症 什么细胞 让癌细胞死掉 为什么让抗癌 抗药性 又变成不抗药了 因为他把套生门 抗药蛋白 抗药基因统统把它除掉了 西医就会相信 我是西医 所以我听得懂 中医能不能听得懂这些东西 他也听得懂 所以中西医合起来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要花时间去沟通 所以要不断的去教育 去演讲 另外 中草药 因为我那时候五年前 六年前 我是行政院 台湾生技产业咨询顾问 会议的时候我会聚 农委会就提一个 北中南的一个计划 我发动来 我说怎么没有发动 我就跟他讲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帮忙 发动的农民 比如说中草药 那时候的官员就说 医院就顶多是卖药而已 我说不是 我们做很多的创新研发 包括这些药物 这些细胞的研究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有五种草药 五种草药 你跟大陆去比 比土地便宜 人力便宜 你不可能比得过 所以你COVID-19来的时候 当然你找不到药 我们提 国科会那时候科技部说 好像也觉得不重要 尽管你要买不到药材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告诉我 你赶快送来 所以我们有 那时候就有一个三年的研究计划 已经快过两年了 那我们做什么 第一个 你不可能拼过土地 拼过人力 那我们就拼那个有效成分 我一颗单身 那个重要的成分 是你的五倍 我一颗可以卖你的五倍的价钱 你这个厂商制造 你要用到单身的厂商 我只要你到路要买一颗 我只要五分之一颗 我就够了 重要的成分 所以这个已经成功了 有专利成功了 所以应该是未来走的 这个是全世界用高科技的农夫 在解决这个土地跟人力的问题 那当然了 农民种这一棵树 种这一棵草 这棵药 这棵药 唯一的 人家一弄出来 因为跟中研院合作的 中研院说 他要卖这个专利 两千万 不多 但是两千万也不少 我说你们要小心 只能在台湾种 不能离开台湾本岛 我只是讲个故事给你听了 免得说台积电有一个人跑到大陆去 被人罵的臭头了 这个有时候会变成政治问题 我只是举个例 中草药 为什么我们本土要自己种 那我刚刚讲的 几乎 你看我们厨房要找 那是我们本土的找草药 找草药 找草药 我请问院长 刚刚泡沛也上面有介绍说 吃眼睛的 那这一项产品也是在 某某台可以找得到 那里面会不会有一张那个 说明书怎么引用 或许说保健品都是在白天使用 有都会有 东森也有 某某台还有东森台 另一个问题是说 有白内障跟没白内障 都可以引用保健吗 那基本上 为什么会白内障 就是里面的老 老化 氧化太厉害了 所以它叫白内障 本身你可以抗老化的话 我们没有做过临床试验 不过按照理论上是可以帮忙 好 谢谢院长 请问院长 脑瘤跟脑血管瘤有什么差别 那脑血管瘤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它什么时候才需要手术 那针对这个如何用中西医来治疗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这个中医如何做到科学化 用西医来相信 那第三个请问你是不是考虑在西部派文者 谢谢 没有 在西部 几乎在花蓮都是忙不完 所以就没有 你那个脑瘤跟脑血管瘤 脑瘤很恶性 一得这个脑瘤一复发四个月 大概就不见人了 所以全世界对这个问题都还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就用当规里面那个重要的成分VP 做成药片 中西医荷料 再把没有用的西药Temato Demondro已经杀不死脑瘤的细胞 这时候你再吃回去 脑子里面有那个药片 它就可以解决这个病人存活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是什么问题 这个人老了 70岁了 这也没有记那么清楚 脑血管 脑血管 脑血管就是跟吹 那个血管瘤 它里面因为有血压 有压力 就跟吹气球一样 当这个脑血管分叉的地方 被吹大的时候 变成脑血管瘤 其实它不是瘤 但是脑血管变得很薄了 所以你只要一上厕所 一用力或是血压一高 它就砰就破了 破了三分之一被当场死亡 三分之一还可以治疗变植物人 三分之一还可以活得跟正常人一样 治疗的方法 治疗的方法 就是把已经知道 鱼的鱼变薄了 现在有高的科技 不用不开刀 我们在花莲很少开刀 就直接跟新导管一样 放个导管进去 把那一坨出来的 必薄的那一坨 把它用很软的线线把它塞掉 就好了 所以现在治疗的技术非常好 所以脑瘤跟脑血管瘤 现在脑血管瘤要渐渐 你才看得到 所以很多人没有渐渐就很可惜 我们有两位太太 一个有渐渐 一个没渐渐 有渐渐的发现了 塞掉 没事 没有渐渐的破掉了 弄了两三年 她才回复回来 这个就很可惜 四五十岁而已 另外她还有 你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一个脑瘤、脑血管瘤 另外 中医如何科学化 中医科学化 所以我们不只科学化 我们还要把它精准化 因为每一个药草里面 有一些重要的成分 那重要的成分 它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抗癌、抗老化的功能 那我们每一个人 当他生病的时候 我们可以测他的血球 测他的血浆里面 他的发炎指数 跟他的血球各种的癌化 或是有各种的退化 那这些不同的癌化、退化的基因 来配他重要的这些植物 中药里面的重要的成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精准的 你要重草 可能要加一点虫草 加一点爱草 或是类似这个样子 我们就会更精准 比现在那个什么玩 还要更精准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都还没有做的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五年、十年 可以有很多的AI 慢慢的去累积 把全世界的资料 每一个植物 单身各种的有名的药草 里面重要的成分 我们的功能 我们都可以收集 然后很精准的告诉这个病人 你需要什么东西 需要中药的什么东西 这是中药 不是传统的那个科学化 更精准化 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个还没有欢迎 最后一个 最后面那一位 因为他比较远 你也一直挤手 我们已经四点多了 大家先好不好时间一下 我们现在要答好这个问题 院长您好 久仰大名 从您早连在山林总定服务 都觉得您真的是豁身可畏 我现在有个问题 非常的困扰 因为我觉得越来越严重了 我看到很多 不知道 请教你 因为我起床下地 养自己来就肿胀麻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什么科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困扰 很难 那个肿 你很年轻 70多岁 那脚肿 脚肿大部分都是药物引起 你假如有吃高血压的药 有几种高血压的药 像钙离子阻断剂 那个脚就会肿得很大 放个药就好了 所以大部分 我第一个病人来 一走进来说他脚肿 我第一个 你有没有吃血压的药 稍微改一下 第二个 假如不是那个问题 那就是静脉回流 有时候有 有这个静脉曲张 他有时候也会脚 这循环的问题 那第三个 有时候他肾脏当然不好 不过肾脏他不只脚肿 大部分全身的 有时候眼皮等等也会肿 所以脚肿的问题还蛮多的 要一个一个去把它找出来 现在怎么从 怎么怎么检查 这个 又不知道要看 不知道要看 你心脏科先看 或是加一科 他会帮你厘清 中医他治疗 脚肿他有中医的办法 看看 脚肿还是不好 所以要去看 所以要去看 对 好 好 感谢你 那个院长要 大火车回 花脸 所以我们 要去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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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